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学徒保持局 10月份举办农社契年会暨成果发表会 借由年会活动讨论农村社区、企业、社会多方合作 投入农业的创新、展望与未来 并邀请合作企业在年会当中分享在农业科技转型的参与过程 另外针对如何辅导在地小农加入农业科技转型计划 水宝局林副局长表示 其实为什么要有一些青年回到农村来 最重要的现在青年在世卫能力已经都算是很强的 很平常的 现在你看说我们要透过要行销 要透过一些电商 透过很多的方式来推销你这些产品 其实青年都有这些能力 至于政府在整个计划的重要性 与会的行政院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 吕正华署长也表示 需要一个企业本身来去做当主体 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政府的补助 那我们补助的经费都是低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些智慧产权权啊 还有这个研发的成果都是属于厂商的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创业硅谷里的这样的经验的模式 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 他其实不一定回到 譬如说宜兰 不一定我回到宜兰啊 那可能是回到兰头 可能他年轻人到乡下 他其实对工厂的这些 他当然能投入最好 可是有的人他比较喜欢大自然 那他可以把他有在城市所学到的数位的科技 回到这个比较城乡的地方去做拓展 那这个就可以在在地去跟当地的农企业去做结合 农业转型计划透过福岛青农回乡耕作 或是在地小农与企业合作 推出一系列行销策略 如与文化 左工艺及旅游结合 借由企业化经营的方式 让农产品可以有更多机会提供给消费者 以上新闻由记者吴宗恩采访报道